好 正好 我現在才知道你是做飯的 你會做菜 做菜我不懂的是 今天你把一個人處理掉 你就算了 處理掉你把他分屎 這件事情太害了 你聽聞了嗎 後來才理解 你如果 第一個要破壞死者DNA 你只要煮 長過100度 這DNA就破壞掉 是喔 所以你的DNA就破壞掉 只剩牙齒 然後呢 你整個破壞掉之後呢 如果你就要毀失面積的話 最好就讓豬來把它全部吃掉 這個豬 讓豬吃掉 對 豬去吃這個廚餘 是不分骨頭或什麼 豬是可以把它全部吃掉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人特別研究過 一隻公豬 250公斤的公豬 它的咬合力 大概跟一頭獅子一樣 而且它牙齒的公牙長 大概五公分那麼多 所以你知道嗎 包含義大利的黑手黨 包含巴西的黑幫 都有特別養豬毀失面積的過程中 讓大家看到 香港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就想到了 當時什麼人肉插招包 怎麼發生在香港 這麼多恐怖的事情 而且有人去算囉 就十年的時間 就有三起這種的分屍跟碎屍案了 沒有錯 其實1999年有一起 2013年有一起 2017年有一起 加上今天這一起 其實這十年就有三起 1999年那一起也很離奇 一個個來跟大家講 第一個先講2013年這個事情 最從2013年到現在十年的時間 就有三起了 對 2013是個叫周凱亮 這個周凱亮其實 你說他是媽寶或爸寶也好 反正就是他爸媽很疼這個周凱亮 可是問題是這個周凱亮也很恨他爸媽 有時候就是父母親的太大壓力 壓在這個人身上 後來有一次 周凱亮就跟他朋友密謀要殺他爸媽 他就把他爸媽邀請到一個 他說我剛買了一個房子 你來這邊看看 他爸媽不宜有他就去這邊 殺爸媽 對 死殺 而且都很殘忍 有的是殺爸媽 有的是殺小孩子 這很殘忍 到他爸媽到 都是殺親人的 都是殺 而且至親 他的爸媽到了這個房子之後 周凱亮就從後面偷襲他爸媽 偷襲他爸媽 後就把他爸媽殺死 殺死之後後面可怕是 所以才出來 他跑去跟他哥哥講說 爸媽去中國內地玩 出來玩的時候 他哥也沒想太多 可是六天七天後 沒回來嘛 周凱亮既然心臟大到什麼程度 他自己是殺人犯了 他開始報警 爸媽失蹤 在臉書上協尋爸媽 甚至還主動受訪 去找蘋果動新聞的記者來訪他 說我要協尋我的爸媽 可是受訪的時候 記者就覺得很不對勁 為什麼 就這個周凱亮在受訪的時候 他眼神是漂浮不盡的 而且不時的搖頭 感覺心裡有事情 那個時候那個畫面 後來網路上瘋傳 可是對記者來說 我不是法官嘛 我不可能判刑 可是問題是警察開始介入 警察介入過事情就很單純 發現他的爸媽跟著周凱亮 進入到他的新房間 我就再也沒有出來 所以警察破門而入 破門而入之後 跟我們剛剛談的案例非常亮相 死體被分解 放在冰箱裡面等等的 可是最可怕的是什麼 有一點是人肉插燒 插燒包的原形 這件事情在當地 真的引起香港 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震驚 社會上大規模的報導 這是2013年周凱亮的事情 2017年這是媽媽殺女兒 更是人間的常聞 這個媽媽是這樣子 她媽媽是中國女生 這個女兒也是在中國出生 後來媽媽到香港討生活 把女兒接過來 女兒被殺害的時候才12歲 12歲的時候她狀況是這樣子 她跟媽媽經濟很差 住在中國那種叫做湯房 什麼叫湯房 對 就是很小1.6坪的湯房 然後這個湯房 一個人吃喝拉沙都在這樣 對對對 就是這種當房 她們就住在這種 顯見經濟狀況很差 對 這個媽媽在中國 在香港當了那種按摩女 按摩女收入不好 然後有吸毒的習慣 原本她怎麼殺她小孩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媽媽被抓的時候 已經精神失常了 可是怎麼被發現 原因是因為 她的媽媽 跑去跟鄰居借手機 說要打電話給內地的家人 那借就借 鄰居也就借 借完之後 鄰居說手機要還了吧 結果她媽媽就把門關起來 拒而不還 拒而不還 那鄰居我當然就報警了 警察來破門而入 原本以為只是一個手機的案件 對不對 破門而入 嚇都嚇死了 後來警察跟檢察官 又去訓問她的時候 問不出個數量來 她已經吸冰毒吸到失覺失調症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最慘的是1999年的 Hello Kitty的長頭案 Hello Kitty 對 這1999年最殘忍的 那個時候有個裴酒小姐 是23歲 夜總會裴酒小姐 她姓凡 她那個時候欠賭債 欠賭債之後 其實不多 她其實欠8千塊 1萬塊賭債而已 結果這個小姐姓凡的 就去偷了一個皮條客 8千塊的錢 其實不多 可是皮條客發現的時候 因為皮條客都是兄弟 黑道對不對 就要求這個凡性的 九天小姐要還多少錢 還3萬人民幣 我連8千都沒有 我怎麼會有3萬 她說你還不起你就下海 你不只下海 你還供我娛樂 所以這個小姐就長期被 所謂的皮條客逼迫下海 然後娛樂 小姐懷孕了 皮條客還是逼她下海 後來小姐受不了要逃跑 逃跑的時候被皮條客抓起來 抓回來之後就開始虐打 虐打這個小姐 後來小姐不堪 就是折磨 死掉斷氣 她看到旁邊有個非常大的 蛤蛤蛤蛤 可是問題是 這一系列都被一個女生看到 那個女生就是這個 兇手的女朋友 那個女生看到 那女生才14歲 那個兇手的女朋友是14歲 那女生天天作惡夢 後來受不了 趕快報警 這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驚悚的 所以你看 香港這十年三起 2013一起 2017一起 還有經歷 還有我們剛發生的一起 那這樣1999年這一起 確實在香港 有蠻多不為人知恐怖的事情 好 正好 剛剛講的是 除了等於說蔡天鳳之外 現在全世界非常關注 真的包反嗎 包反這個人有這麼重要嗎 他的失蹤現在確定 失蹤之前 中國政府有約談過 他現在被軟禁了嗎 對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不見得知道包反是誰 對不對 紐約時報說 如果你不認識包反 表示你生意做不夠大 這是 紐約時報講的 這是紐約時報講的 為什麼紐約時報講的 你不認識包反 這名生意做得不夠大 大家不要擔心 我原本也不認識 我們生意都做不夠大 我們倆都不認識 對 我們生意都做不夠大 跟包反的消失 真的在整個中國的金融圈引起海嘯 為什麼 2015年 彭博有特別去做世界排名前50名 最具金融影響力的人 全世界排 包反排25名 這不是最可怕 你知道嗎 在包反前面華人只有一個 那個人叫做習近平 第二名 包反是除了習近平以外 在金融市場影響最大的華人 最大的華人 現在消失了 憑空消失了 為什麼消失不知道 它有這麼重要 這麼重要 你看完就知道 花紐約十八獎 你不認識包反 表現生意做得不夠大 你不會搞到併購 沒有想到IPO 你不會上市 這些東西 是真的 而且 Bloomberg 是Bloomberg講 前50名最具影響的金融人物 他排25 前面的是習近平 華人只有一個習近平 習近平排全世界第二名 所以包反在整個中國金融業 是舉無輕重的人 舉除輕重的人物 消失了 而且為什麼消失現在終於解謎了 原本我們上禮拜 我有在這邊報導過 我都說一定是被中國約談的 結果現在包反成立的 華興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特別發了公告說 本公司一直嘗試聯繫 並確認包先生的情況 董事會已經獲悉 包先生目前正在配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機關的調查 正在配合調查 對 這也調查太久了吧 民主國家調查48小時要放人 對 調查過的時候我可以請律師 我律師給大尾 在外面宣告 除了說所有事情 你怎麼會就這樣消失這麼久 對 還消失幾個月了 對 所以這就是大家講 會不會是第二個孝建華 會不會一消失就一輩子都消失 未來他的華興資本 會不會就像孝建華的明天系一樣 對 一猜為四 不是他那個時候還華興資本 一跌就跌了一半 對 所以先是很誇張 那我接下來要講講包帆這個人 包帆這個人 其實跟中國非常多企業家不一樣 就第一個 包帆是最早2012年 為什麼紐約時報可以說 你不認識包帆 表示你生意做不過他 因為包帆在2012年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包帆的華興就同時有 香港美國的建商牌 換句話說 中國內地所有的大公司 我就要上市去香港找包帆 去紐約找包帆 所有你今天中國跟華爾街 那個窗口他們說就叫做包帆 在這麼這麼厲害 生意做這麼大人 包帆很不像一般中國富豪 一般中國富豪能低調 盡量低調對不對 包帆是能高調盡量高調 他肯高調 在準備按照盡量高調 這張照片顯示出包帆的個性 這張照片包帆在一個法拉利的旁邊拍照 如果你覺得法拉利是他炫富的功率 沒有 車牌 對 保健哥是行家 包帆這張照片炫的絕對不是法拉利 炫的是他那個金A的牌照 這個牌照估價比法拉利還貴 金A1990年 我如果沒機會應該是1996年就停產了 未來呢 後來停產之後呢 你金A都是上拍賣場去拍的 你拍一個 沒有個五百一千萬台幣 你是拍不到的 那是幾年前價嘛 到後來越來越稀缺的時候 他是有航無事 不是 你有這個牌子才可以在北京橫著走 沒有有金B 金C 金D吧 可是金A警察看到會假裝沒看到 你停路邊警察真的會假裝沒看到 因為隨便一個人出來動動腳精神 都是會動的人 對 所以你看包帆是這樣的人 他要賺錢賺得多賺錢賺得快 美國跟這個中國資本的窗口 華爾街 彭博說是除習近平以外 最有影響力的金融人物 偏偏又很愛炫敷 所以這樣的人是很有可能被中國盯上的 而且你看到他的稱號也很囂張 他的稱號有包老大 有煉金術士 有碎寒三友 有併購之王 有資本紅娘 連金融大鱷都有 對啊 所以說他的稱號真的是 他也不低調了 可是過去包帆很有趣 包帆在整個中國是極其高調 他認為你今天中國資本要引進外資 是靠我包老大 是靠我碎寒三友 可是問題是最近被發現 包含其實在施東前就知道不太對勁了 包含在施東前 竟然被人家發現 原先正在努力建立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 他想跑了 那也要跑了 為什麼呢 新加坡其實在中國我們都知道 這幾年非常多中國有錢人 去新加坡建立家族辦公室 其實以前沒有人建立 你看2007年中國只有8個家族辦公室在新加坡 2018年是連22個 2019年129個都沒有多 到2020年開始疫情 然後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開始200多也還好 你知道嗎2020年有多少個 1520個 1500 對 他是從8個變1520個 增加是將近200倍 對 那包帆是其中一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 對 包帆就知道他被盯上 為什麼他被盯上 所以他要去建 Financial Times是金融時報講 他要跑到新加坡弄一個家族辦公室 對 英國金融時報也同時在爆料說 消失的中國Banker 他說Missing Chinese Banker 是在坐在新加坡 坐家族辦公室在它消失前吧 所以這個東西也被英國持有什麼 調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包帆它既然是中國資金 跟西方資金的窗口 它就是洗錢的管道 它就是中國金融家要往外跑的一個窗口 它就是習近平的眼中釘 我怎麼說講習近平是眼中釘呢 因為2023年2月23號 中國紀委網站有發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特別說什麼 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的持久戰 他嘴巴上講反腐敗對不對 可是裡面三千多字的文章 你叫十六次提到什麼 金融 金融業啦 他說堅決掌斷權利與資本的勾結紐帶 在金融的腐敗要稱之為有利震賀 你要知道中國那些官二代或者紅二代 他們老爸賺到錢的時候 老爸戶頭裡也不能有錢 就通過紅二代來拿這筆錢 紅二代拿到這筆錢的時候 要如何確保這筆錢是真的在我口袋裡面 在中國是不行 他把錢洗到海外 洗到海外這個時候 中國跟華爾街的窗口 包帆就變成是最佳最佳窗口 我任何一個在美國上市IPO公司 我通過包帆洗過去 就變成原本持有的人民幣 被持有美國股票嗎 所以現在就要喘 包帆其實就是中國儲問習近平裡面 要控制國內資本那個人 我一定要讓你消失 我洗錢管道才會消失 所以包帆你自己也知道 包帆一邊在幹嘛 在成立家族辦公室他要跑了 對不對 要潤了 另外一邊 包帆在2022年10月國慶 去年10月國慶 他們的公司這樣貼了這個文告 這個文告什麼 慶祝新中國成立73週年 對 這個東西是包帆幹嘛 像中國這麼表忠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 因為過去包帆 就像馬雲剛開始搞金融一樣 他都信奉什麼 自由市場 政府不要干預 很洋派 你老公走開 行進去搞不清楚 他說包帆公司 絕對不會出現這麼中國元素的東西 因為我是國際 我不是中國 我是國際 我是Banker 我是跟老外混的 我根本瞧不起中國金融體制對不對 我不管你瞧不起 現在你被抓起來 一口 習近平就把你吃下來 所以習近平現在對於整個外資 整個中國的內部 控制是越來越嚴重 有兩個訊息會讓大家知道說 習近平現在在中國內部的控制 已經緊縮到五與附加 第一個 習近平竟然開始要求什麼 四大會計律師事務所 其中叫做永安中國的員工 上班給我配戴黨輝啊 這是很誇張的 四大 四大 又是金融師報講的 你居然上班 要一個黨輝 上面要為人民服務 我跟你講這個黨輝是這樣子 他是有發公文 你看這是永安 那種意外永安喔 內部公文喔 說關於黨員在工作場合中 配戴黨輝的通知 要求什麼東西呢 永安 永安中國的黨委 要求全力黨員喔 即日起 在工作場合要配戴黨輝 黨輝配還有規定 它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喔 配的過程中 黨輝要放在左胸 一般我們徽章不是放在這邊嗎 這邊有徽章後對不對 徽章後呢 不夠尊敬 要在左胸 左胸後呢 他也要求 如果同時有其他徽章 全部放在黨輝下面 它生文字喔 你看喔 其他徽章同時 背太石 一 置於黨輝的下方 不得有使用破水等等等等 所以黨輝要在最上面的東西 所以你看喔 第一個 對於永安中國 手 黨的手伸進去對不對 最擋在最高的位置 對 更可怕的事情是 我在黨的手伸進去對不對 另外一個 習近平要承認自己的KGB 這是專屬於習近平的 這個民報喔 特別堪論一個東西喔 叫做機構改革動作大 為什麼 現在中國現在傳聞了 要把公安部跟安全部 從國務院脫離出來 然後把公安部跟安全部合併 變成中共中央內務委員會直屬 換句話說 原本公安部跟安全部 是在國務院體系之下對不對 在國務院體系之下 是歸國務院管 可是從國務院拉出來 歸中共中央內務委員會管 就歸習近平管 對 換句話說 未來的刀把子 會變成是 直屬於習近平的特務機構 那就是KGB嘛 過去俄羅斯 怎麼用這個 普丁 怎麼用KGB 來控制自己的群眾 習近平也要用嘛 所以你看 所以我現在不是大權一把抓 我也要用我的錦衣衛東廠了 我錦衣衛東廠 對 俄羅斯叫做KGB 在中國叫做錦衣衛跟東廠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切一切的資訊都知道 習近平雖然連任成功 可他對於內部的控制 正在緊縮當中 而且 俄羅斯報講說 他現在包反的事件 為什麼會打擊中國商業的信心 他講 用兔死湖杯 唇亡齒寒 也就是你打到包反 你這點本來就以反貪腐為名 你不斷地去攻擊這些資本市場 可是你本來是特定人 本來是少數人 你現在是全面攻擊嗎 對 這件事情呢 在整個中國影響是什麼呢 紐約時報中文 反特別說 兔死湖杯 唇亡齒寒 包反事件 打擊中國商界的信心 中國是這樣子 因為習近平成功連任之後呢 中國所有的商界 包含馬雲在內 都在拔草官風向 到底習近平會不會連任成功之後 讓中國機動秩序 回到之前 開放面向市場 與美國共存的狀況 那原本不離可去中國的時候 大家聞到這個風向 可能要回來 所以馬雲開始露面了嘛等等 可是問題是 包反被抓之後呢 包反的合夥人就說 企業家像金工之鳥一樣 信心這件事起得慢 退得快 沒有信心是來投資搞未來 換句話說 包反變成中國 未來對待中國內部 機動市場的風向球 到底是走向開放 還走向更緊縮 連包反這種人都要被抓 換句話說 中國內部的風向一定 更緊縮 未來中國內部的機動家 更沒搞錯 你知道現在都已經二月點了 快要到三月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在美國 現在整個北部的亞洲 全部都進入 又進入到冰封暴裡面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美國東岸跟西岸 29州超過7500萬人 竟然都在冰封暴裡面 這個很誇張啦 北部地區 它的機血是60公分 現在快要春天了吧 竟然是迎來 30年最強的降血 遇到要三月了嗎 對啊 三月不叫春暖花開了嗎 竟然是30年來最強降血 而且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下個畫面 路邊的這個結冰太后 有非常非常多的車子 失控跟打滑 我們用鏡頭 特別去拍有個大貨車 這大貨車在打滑過程中 是真的你看 非常可怕 表示是完全煞不住的 直接你看整個車 翻到雪地裡面 另外還有個 警察在巡邏 他在巡邏的過程中 結果呢 這大貨車過來的時候 他差了你看 真的很危險 他真的差一點點 好險他反應過快 否則他真的會完蛋 另外呢 因為這個冰封暴啊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那現在因為冰封暴 有非常多電纜被吹垮 電纜被吹垮過程中呢 很多社區都出現大火 出現大火之後呢 既然有超過全美之後 85萬或斷電 你要想想看 在這麼冷的地方 你斷電會發生什麼事 你是沒有辦法供軟的耶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狀況 甚至呢 整個氣候實在太糟糕了 內華達州有個醫療救護的 飛機有墜毀 這個是非常非常病酸 這個飛機墜毀之後 因為你看喔 上面是有所謂的駕駛 有病患 有醫護人員 五個人全部都罹難 所以對於這場大雪帶來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糟糕 可是呢 有個地方我想都沒想到 連南加州都有暴雪耶 我們給大家看這種氣候的畫面喔 南加州其實是氣候非常非常疑人的地方 對啊 南加州 結果南加州竟然也籠罩在暴雪裡面 你要知道喔 南加州這次是 34年以來 首次發布暴風雪警暴 南加州熱的鑰匙 可是竟然遇到這個這樣 所以南加州現在很多農民在幹嘛 緊急採收農作物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進村 那是南加州 對 你很難想像好萊塢耶 春光明媚 而且你看 加州有六百萬人 進入到這個洪水警戒 對 這個洪水警戒中 你除了冰風暴來 還有大雪 大雨之後呢 很多車子啊 房子啊 露營車 直接都掉在這個河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人 你很難想像 你看 這個大雨過來 立即逃空啊 這連露營車跟露營 都一起掉到水裡面 甚至給大家看喔 加州的著名地標 這個好萊塢地標 既然全部喔 四周以來 全部都是雪啊 在這邊導播大家看看 好萊塢地標 欸 全部都是雪 這個東西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種好萊塢的畫面 保麗哥你知道嗎 這是 132年以來的低溫紀錄啊 好萊塢從來都沒有 這麼雪 雪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對 所以你看喔 這場冰風暴 除了東岸跟西環之外 連南加州也這麼的慘 甚至呢 在拉斯維加斯 這個風有多大 給大家看記者連線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啊 拉斯維加 拉斯維加斯 記者在連線的時候呢 這個記者啊 欸 在戶外是連戰都站不穩喔 戰都站不穩 直接被風吹 對啦 就這個 這個外面我們很熟悉 台灣台風的時候 記者都會到前面去 就是遇到這個狀況